第三十四回 三峰之战 对于金国的灭亡 历史上有多个版本 其中最主要的是 宋版的历史和蒙版的历史 宋朝是说 宋朝拒绝了蒙古提出的 联合灭金的建议 但当蒙古要借到宋国的时候 宋军的主将临阵脱逃 结果蒙古人 从宋国的土地上 是强闯了过去 最终导致金国 遭到了突然袭击 一句话 我们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这个说法 听着耳熟是吧 就差说 临阵脱逃的将领 是临时功了 蒙古的历史 后来在元朝的时候 蒙古详细地记录了这个过程 和宋国的说法完全不同 确实像宋国说的 一开始 这宋国很傲慢 对于蒙古人来联合的要求 不屑一顾 甚至连蒙古的使者都不见 但当蒙古人真的和宋军在西北打起来的时候 宋国突然害怕 又把已经回去的蒙古使者叫了回来 并和蒙古秘密构合 签订了秘密协议 宋国这个受到金国皇帝恩惠 对金国皇帝千万谢的礼仪之邦 咱们这个讲究仁义的国家 现在和蒙古达成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的协议 于是蒙古这边到处宣传说 蒙宋河潭破裂 蒙古要报复宋国 麻痹金国 另外一方面呢 蒙古军队却搭乘着宋国的军舰 顺着汗水东进 出现在金军的背后 宋国 宋国始终保持沉默 金国呢 金国始终都不知道 甚至于金国皇帝在这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 宋国人不会背弃自己 我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不能不义 甚至于以后和蒙古人打起来了 金国都和蒙古人打起来了 金国万分危急的时候 金国还向宋国求援呢 你能不能借我点粮食啊 宋国那个时候 断然拒绝了金国的要求 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 这句话 宋国说 说我们没粮食 这确实是实话 因为蒙古军围攻金国的时候 所有物资供给 都是宋国提供的 宋国确实粮食紧张 这一切 蒙古人后来说 都是当初那个协议中规定的 可怜的金国皇帝 这个时候还拿宋国当哥们呢 不仅仅是金国皇帝被蒙了 西方的很多历史学家也看不懂 甚至于在西方的历史中啊 很流行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 就是 窝扩台啊 是有借着 猛金战争 害拖雷的这么个想法的 外国人实在是 看了宋国的那个说法以后 觉得蒙古的做法太反常了 你和宋国没有谈好 你就把拖雷派到底后 然后呢 然后窝扩台把这个猛宋 和谈失败的消息再透露给金国 你这不就是让拖雷陷入 一百多万宋军 宋金联军的夹击中吗 西方人很肯定的推断 要是这样啊 那窝扩台一定是要拖雷死 我心里是相信 蒙古人说的是实话 真的是觉得宋国这个事 做的太脏了 但同时也越发的佩服 成吉思汗 这只老狼啊 他对仇恨有着太深刻的认识 他没有踏上过宋国土地的 这位蒙古皇帝 到底凭什么相信 宋金之间的仇恨 是根本就不可能愈合的 他凭什么断定的 世道临头这种仇恨 会让宋国背弃盟约 这真的让人不明白 我们就按照蒙古人的说法 讲讲这个故事 上一回咱们说了 蒙古进军 金国遇到了麻烦 金国现在越打越强 脱下去此消彼长 蒙古会越来越被动 金国现在是有叫板的资格的 金国现在有主力 就是忠孝军 二十万人的这么一支部队 在此以前保持着与蒙古作战 全胜的记录 这两年多以来 忠孝军就从未失守 蒙古在几次失败以后 开始按照成吉思汗当年的设想 和宋国秘密商议 是不是咱们可以联合攻击金国啊 蒙古和宋联合的难度很大 此时的南宋和金国啊 是蒙国 金国皇帝一上任 就和宋国友好 取消了原来宋国的进贡 主动废除了以前的一些 一切的不平等条约 甚至于和宋国现在兄弟相称 宋国一下子从儿子变成弟弟了 是啊 在此以前 宋国是臣 金国是君 宋国比金国矮的一辈呢 宋国因此对现在的金国皇帝 是很感谢的 宋金现在是同盟国 共同的敌人是蒙古 你说 有这个同盟条约在蒙宋议和 那不就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吗 所以对于蒙古的要求 南宋一开始 就拒绝了 宋国皇帝连蒙古使者都不接见 但南宋在拒绝蒙古的时候 出现了犹豫 这让蒙古老练的外交人员给看出来 蒙古人认为他们有办法让宋国人妥协 1231年的时候 蒙古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金国的战争 这一次蒙古是倾尽全力的一场进攻 各路蒙古军分成三路进攻金国 第一路走河北进攻济南 这一路是阳宫 显而易见的阳宫 目的就是分散金国的注意力 第二路是主力 由倭寇台带领走河东 进攻开封 这路军团声势浩大 但还是阳宫 这支军队走到太原就不走了 同时有消息说 蒙古人和宋国的谈判失败了 金国现在啊 蒙古可能要进攻宋国 这是在麻痹金国 真正的好戏是交给第三路托雷来唱的 托雷带领了四万蒙古金锐骑兵 还有蒙古的工程部队 突然包围了宝基 在宝基城外架起了四百座抛石车 只用一天就攻破宝基 宝基是南宋西部最重要的关口 曾经连续三十年与西夏作战 从未丢失过 蒙古这么强悍的 竟然一天就攻破了西夏 三十年都打不下来的宝基 让南宋一下子就怕 于是蒙古使者又被秘密请回了杭州 按照蒙古人的说法呢 蒙古和宋国签订了协议 蒙宋灭金 按照协议 拖雷的部队从汉江 做宋朝的兵船南下 从汉中出武关进入中原 出现在金国的后方 对这一切 南宋没有通报给金国 如果按照宋国的说法 蒙古人是偷偷溜进去的 四万骑兵啊 穿过七百公里的宋国国土 在四十万宋军主力中穿过 宋国完全没有注意到 那才叫不可思议呢 显然 宋国在说谎 宋国此时已倒向蒙古 而金国呢 还浑然不知 现在的形势就是蒙古人最擅长的 是吧 在拖雷的指挥下 一场经典的偷袭战开始了 蒙古人的勇气 确实让你震惊 就和灭花拉子摩一样 蒙古一上来就是冲着敌军的主力去的 大河之战 蒙古人千里奔袭 是冲着花拉子摩禁卫军去的 拖雷这次也是千里奔袭 是冲着战无不胜的忠孝军去的 因为蒙古军 就是摩扣台的军队进驻太原 开封受到威胁 忠孝军此时得到命令 向开封靠拢 此时 金国是认为蒙古 和宋国已经搞僵了 是吧 有宋国的拼死抵抗 自己的后方是安全的 忠孝军得到的命令只是 在战区以外的一次普通的调防 完全不是作战命令 所以忠孝军把自己的吉养留在了筑地 让一小部分部队看着 然后呢 等到主力到达前线以后呢 后方的部队再跟进 部队的主力是轻装开奔军州 在军州已经为忠孝军准备了吉养 蒙古人的偷袭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就是这次简单的移动 葬送了忠孝军 忠孝军主力十七万人 在一二三一年的冬天开始行动 大摇大摆的向军州前进 军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郑州附近 下雪了 紧跟着就发现了小谷的巾帼骑兵 雪是越下越大 一路上最后遭到三千名金国骑兵的不断骚扰 这让金军前进的很慢 与金国人的大大咧咧相比 蒙古人显然精细的多 金国人就不知道有这么一支蒙古军队在身边 可蒙古人却知道 金国人的粮食够吃几天的 三千骑兵成功的辞职了金军的行动 也阻断了金军粮食的运输 结果这十七万人竟然在大雪中断粮了 史书上说 忠孝军到达军州附近的三丰山的时候 已经断粮三日 而且由于下雪天气寒冷 金国将士的盔甲都被冻住了 很多人都是行动不便 这些人现在是又冷又饿 忠孝军根本就 每一把蒙古人放在眼里 这三千人吧 忠孝军是十七万人 恐怕就是因为看到这三千蒙古骑兵 忠孝军才决定赶往军州的 而不是退回驻地 他们认为这些蒙古骑兵 是从北面的前线上渗透过来的小谷敌人 自己现在应该赶往军州 堵住这个缺口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蒙古过来的是四万人 除了这三千人 剩下来的蒙古骑兵 已经在三丰山附近 埋伏了好几天了 你就说在金国的土地上 四万个蒙古骑兵 竟然能隐藏好几天 金国人竟然完全不知道 除了大雪这个因素以外 再就是蒙古人那个保密的秘诀了 是吧 金国人也是太大意了 话又说回来了 是吧 这就说明 宋国确实没有向金国通报蒙古人 过来这件事 反正在三丰山 当蒙古骑兵杀上来的时候 金军一开始还真的没乱 这也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 而且跑不了 那就死战到底 金军现在有十五万步兵 两万骑兵 真的硬碰硬打起来 也未必一下子就让金国吃掉 就让蒙古人吃掉 就算是金军最后被蒙古人吃掉了 蒙古人也一定会损失残壮 可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看出蒙古人的老练和聪明 托雷指挥的蒙古军队 来了一个三面伏击 在被发现被包围不久 金军突然发现 蒙古军是从三面攻上来的 通往军州的这条大路上 没有蒙古军 绝处逢生啊 金军的战斗意志一下子就动摇了 开始有人向军州方向逃跑 这一跑可坏了 原来的阵情一下子就乱了 最后演变为全军溃败 你要知道 面对骑兵 步兵是弱势群体 他们抵抗骑兵的唯一希望就是队列 秦国人用万人方阵对付赵国骑兵 没有队列 步兵就是一群羔羊 更何况这些羔羊饿了三天了 现在身上的盔甲冻的都不能打弯 打弯 根本就跑不快 真的最后就是没招了 原本惨烈的大决战没有出现 成为一边倒的屠杀 十七万人遭到追杀 军州沿途 金国人尸横遍野 最后跑进军州的不到一万人 主帅和副帅都死于乱军中 只剩下先锋带着残兵败将 托雷的一系列战法 特别是他的围三放一 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经典战力 大家在惊叹的时候 有没有问一句话呀 谁 谁葬送了忠孝军呢 忠孝军的全军覆没 对金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忠孝军被全歼以后不久 金国的防御中心 同关 就投降了 在开封城下 蒙古军现在会师了 托雷和窝口台站在一起 接受着十几万蒙古将士的欢呼 托雷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现在托雷在蒙古人心中是英雄 没错 托雷是镜子 这是成吉思汗的影子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继续